大家好 4月份养月季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因为4月份很多月季已经开始孕育了大量的花蕾 如果这个时候肥力跟不上 那么到5月6月这个花就会越开越少 这个时候的月季会消耗大量的凉甲严肃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使用一般的化肥的话 完全满足不了月季这种开花量大的植物 我们应该使用两种肥结额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农家肥 我们用农家肥的话可以用它来兑水 作为一个短效肥来使用 因为兑水会让它快速的吸收 那么农家肥里面它含各种微量元素有非常多 比如说一些蛋白质 植物纤维 还有脂肪 还有蛋磷甲元素都非常均衡 但是它磷甲元素还不够多 我们这时候一定要加入这个磷酸二氢甲 因为磷酸二氢甲它基本都是含了磷甲元素 一千毫升的农家肥水里面 加入两克的磷酸二氢甲 这样的话就可以足够的 给月季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而且磷甲元素也不切施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四月份至少给它补充两次这种肥水 那么只有在这个月份里面给它补充足够的磷甲元素 和各种微量元素 那么月季到五月六月 它就会继续的开花停不下来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在四月份里面养好月季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 谢谢